好,我們現在已經把卡點C的放到機器裡面 我們可以暫時先把這個推開 推開的時候我們去研究一下 怎麼去做讓我們這個東西取得最大的寬度 什麼叫最大的寬度 因為我們這個滾輪 這個是在夾子用的 讓我們的紙張可以前進後退 它一定要在這個藍色的區間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設定成這樣子 它能作用的範圍就是只有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等於浪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讓它移過來 所以為什麼這一段做得比較長 它可以讓你做伸縮 所以基本上在做的時候 記住一定要拉緊 不要你這個東西是斜的 等一下會越輸出的時候它要斜掉 這沒有夾緊 這個製作就會壞掉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這邊留一點空間 這邊留一點空間 好了之後 把這個拉桿推上來 把這個拉桿推上來 然後推上來之後 我們這裡 靜靜一點 拍這個字 拍得到 好 現在 我們打開這個切割機的時候 它這第一個就是會叫我們選擇你的來源 好 這個sheet 就是單張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在按選擇的時候 就要按這個上下鍵 好 所以我們現在上 我們現在按上鍵的時候 肉 肉1 肉2 其實肉1肉2都沒有關係 我們這是整卷的 所以我們就選肉 好了之後 我們要確定好了之後 我們就按Enter 好 Enter了之後 它這個 它的那個 切割的刀座就會開始移動 它會去偵測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寬 好 現在開始偵測了 有沒有 它會停在你的滾輪的附近 好 OK了之後 它這邊 好 它測定好長度了之後 它這邊 它會暫時出現它的寬度 可是 它大概一秒鐘就不見了 如果你要看它相關資訊的時候 你再按一下Enter 它會出現 它到底有多寬 好 因為我們這個螢幕看不是很清楚 好 它就會出現 同學自己再試試看 這樣子 設定的時候 這一台 切割機就已經設定完畢 只要電腦那邊檔案輸出過來 就OK了 我們在看什麼 她也對 一天 我記得 不會 谢谢大家